星光结界 东华帝君感觉 手中握着的凤九的手 渐渐失去温度 他终究是走在了他的前面 而他已经感觉不到 自己身体上四处伤口的痛苦 他甚至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了 原来这就是羽化 身体先于意识死去 他万万没想到 他与小白会是这样的结局 虽然小白甘愿陪他赴死 可是他不甘心呀 小白年纪还这样小 美好的先生才刚刚起步 未来又不知道多少精彩在等着他 他怎么可以就死了呢 然而此时 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他只剩下一缕残念 无比痛苦 后悔 自责 如果不是他扑心 为借给小白 小白究竟不来星光结界也就不会死 如果他不向小白隐瞒渺落的情况 也许小白早就提出用他的心头血 净化渺落的办法 如果不是他强迫要见小白最后一面 小白现在还在凡间历练 会慢慢忘记他 也许会开始另一段感情 如果他不去见基衡 他与小白现在也许还幸福地在一起 如果他不动私凡之心 不招惹小白 小白现在也许正在清秋上学 而不是冰冷地躺在星光结界 总之 都是他错误的决定与做法 害得小白如此凄惨 但是 他十分疑惑 为什么他对小白深入骨髓的爱 到头来都是伤害 他根本想不明白 假如 他还有机会 他能否挽回小白 神思恍惚之间 东华帝君感觉到 自己的元神已经离体 带到元神散去 他就彻底语化了 突然 他的元神陷入了一个漩涡 就如一粒沙尘 被卷入了风暴之中 风暴卷着他飞速地旋转 他感到一阵震眩晕 慢慢地失去了知觉 再次醒来 东华帝君发现风停了 四周静静地 自己只是一缕元神 落在一棵大树上的雪上 他私下一看这地方 认识 因为不远处 一棵硕大的果实 闪着幽光 这果子他再熟悉不过了 正是小白心心念念的平婆果 原来他还在范茵谷之中 元神没有躯体 很快就会消散 既然他没有被风吹到很远 那不如趁着还没有消散 再去最后看小白一眼 帝君元神飞了起来 可是他又发现 此时范茵谷 根本不是星光结界时的范茵谷 飞不多远 他就看到了比翼鸟谷 聚居的地方一片祥和 许多宅子中都透出灯光 这是什么情况 此时 帝君再也顾不得小白了 赶紧飞去庙医院 进去一看渺落 还被封印在那里 渺落似乎感觉到一撞 看向帝君元神的方向 语气有些兴奋地问 东华 东华 你来看我了吗 谁乐意来看你 帝君迅速飘走了 心中疑惑越来越大 他静止来到疾风院 小白的房间亮着灯 小白 小白在这里 帝君马上飞了进去 没想到 正看到惊艳的一幕 凤九一下子 把东华扑倒在床上 手上沾着木芙蓉花糕 笑意盈盈地说 我看 我该涂哪 帝君元神 自然非常清晰地 记得这一幕 这是什么情况 帝君元神莫名异常 他 他 他竟然被卷入了空间逆流 回到过去 意识到这一点 帝君元神 极其兴奋 在元神消散前 他还能看到小白 看到会笑会闹会 心疼他的小白 活生生的小白 真好 他还记得当时 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他的心扑通扑通 跳得非常厉害 无措的不知道 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 不是说有福同享吗 怎么不图了 然后小白就从他身上 爬起来 说要睡了 他只好兴兴地走了 现在回过头来再想 那时候的他 可真傻呀 比连三还傻 比小燕还傻 这氛围多好 搂紧呀 怎么让他挣脱了呢 看到帝君 还愣在那里 帝君元神 在旁边大叫 搂过来亲呀 然而 帝君根本感觉不到此处 还有一个第三者存在 更听不到帝君元神的呼唤 还是傻愣 在那继续说了那句 不是说有福同享吗 怎么不图了 帝君元神 停在帝君额头 万分着急地大叫 你这个 蠢蛋笨蛋糊涂蛋 突然 帝君元神 感到一阵强大的力量 把他吸走了 他狂叫 我不要走 小白 待帝君元神 反应过来 就感觉到非常柔软的触感 他甚至感觉到了 小白的呼吸 我 我 我进入了 此处帝君的体内 意识到 他已经控制了 此处帝君的躯体 帝君元神 什么也不想了 软香温欲在怀 有便宜 不占白不占 过了这村 就没这店了 他马上伸开双臂 紧紧搂着 凤九的脖子 朝自己一按 对准他那诱人的方唇 就亲了上去 趁凤九惊到 待着错愕 还没反应过来 帝君强势地翻身 把凤九压在身下 避免他逃跑 接着亲 这久违了的美妙滋味 冲昏了帝君的头脑 如果不是他 还有那么一丝自制力 当场就要去 解凤九的衣袋了 凤九依然不会唤气 看到凤九 被憋得脸通红 帝君才恋恋不舍地 放开凤九的唇 但仍然把他的身体 禁锢在自己怀中 看着凤九大口呼吸 帝君趁热打铁地说 小白 嫁给我吧 凤九愣住了 连呼吸都忘记了 他摸了摸帝君的额头 以为帝君发烧说胡话呢 发现帝君没发烧 他又捏着帝君的脸 拧了一把 发现拧错了人 他赶紧给帝君 揉了揉脸 又狠狠地 扇了自己一把掌 帝君赶紧抓住 凤九的手腕 问道 小白 你这是做什么 我肯定在做梦呢 快打醒我 帝君不知道 小白真是想嫁他 还是不想嫁他呢 便问道 小白 你愿意嫁给我吗 凤九的回答 倒干脆 不愿意 帝君错愕 为什么 你不喜欢我吗 凤九眼睛瞪得很大 质疑地说 帝君 你和魔族的鸡横公主 有婚约 虽然他当初逃了婚 但现在你找到了他 他又回心转意 你们就应该是夫妻呀 作为一个有妻室的人 你怎么还要招惹我呢 我们青秋的狐狸 认准一个人 就是一生 但是只能一夫一妻 我不会给你侧妃妾室 也不能接受 你朝三暮四 又轻浮又花心 帝君无语了 朝三暮四 轻浮花心 原来此时 他在小白心中的形象是这样的 帝君万万没想到 他早就知道 他与小白之间有误会 却没想到 小白对他的误解如此之深 要想改变一个人固有的观念 很难 帝君想 此时他既没有为 小白卸下九层法力入阿兰 惹之梦救他 也没有因为吃醋淋雨 把自己淋病 没有给小白唱情歌 也没有送给小白定情花环 没有满城流浪花语 也没有天桥诉说中常 就算有这一切 小白都时时感觉 疑似梦中 此时没有这些铺垫 小白怎么会相信他的 对他的感情是真的 此时 他在小白心中 印象最深的事情 恐怕都是 他对他的捉弄与欺骗 原来他们之间的感情 还隔着万水千山 帝君冷静下来感受了一番 此时他的身体 与那屡来自未来的原神 契合得很好 丝毫没有排斥 这也很好理解 原本就是他的身体 他的原神嘛 表面看上去 他没有丝毫变化 他自己却知道 唯一改变的是 他拥有了未来的记忆 他就这样拥有了 重回一次的一机会 既然如此 他绝不能再沿着原来的轨迹 走到他与小白双双赴死的结局了 其实 此时最好的路 是他放弃小白 让小白回归他自己原本的生活 而他专心投入于渺洛的决战 没准他还能想出更好的应对之策 不与渺洛同归于尽呢 但是 他怎么可能放弃小白呢 绝不 小白绝不是他对付渺洛的绊脚石 小白不会拖他的后腿 转念一想 渺洛根本就不是问题 因为九尾湖的血可以净化妖邪 可以直接把渺洛净化 这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 虽然帝君不想走到这一步 但小白中是那个可以为他脱底的人 当务之急是追回他的小娇妻 他想让他的小白自由快活地成长 就像在碧海苍林那几日一般 以他的本来面目生活 然而此时 在他面前他很少展露真实的自己 他想让他的小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生活 不必实时担惊受怕 然而此时他的凤尾花胎记中 还封印着渺洛的血泪 渺洛的存在是他最大的威胁 在梵音谷中 总是存着渺洛夺回血泪的隐患 不如趁早离开 想到这里 帝君猛然起了身 他拉起凤九说 小白 来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凤九莫名其妙地 迷迷瞪瞪地被帝君拉下床 拉出了房门 拉出了院子 一直走到一个地方 凤九才猛然清醒过来 啊 那叫出声 眼前的情景 让他不得不清醒 因为四头巨蟒冲了出来 冲着他们蒙土信子 别怕 小白 有我在 帝君幻化出天罡 照把凤九保护起来 又设了一个结界照住此地 然后他开始施法 结出四个法阵 困住四头巨蟒 四头巨蟒 强烈地挣扎 却冲不出法阵 帝君向李 仔细看去 里面果然有一个极难 被人发现的透明结界 那就是 阿兰惹之梦了 帝君心说 沈夜 你自己在里面慢慢误吧 我就不管你了 帝君向果树走去 凤九急叫道 帝君你要做什么 帝君回头道 小白 你不是要偷这果子吗 我帮你偷走 可是 我可以通过中学竞技赛争取啊 万一你输了呢 还有小燕呢 为什么要指望小燕 帝君说 此时我帮你 偷了就是你的了 不等凤九再多言 帝君转身 向里走去 避开阿兰惹之梦 帝君走到树下 把贫婆裹摘了下来 帝君往外走的时候 听到凤九一声惊呼 帝君 小心 话音未落 一左一右两头巨蟒 已冲破 法阵 向帝君攻来 帝君死死抱着平婆裹 没有抵挡 静止走了出来 王伟甩在帝君臂上 顿时鲜血染红了帝君的衣袖 他其实是故意 把那两个法震慑的脆弱的 不挂点彩 怎么在小白面前 硬硬硬呢 帝君走了出来 一手抱着平婆裹 一手拉起小白 道 快跑 帝君收了阵法与结界 带着凤九出了范英谷 一口气跑回太陈宫 凤九心惊胆战地 往回看 看见巨蟒 没有追上来 才用力地关紧太陈宫的宫门 此时 崇林已经奔了出来 他经见帝君 抱着一个大果子 后面还跟着一个女仙 崇林跟了帝君这么多年 可从来没见帝君带女仙回来过 崇林吃惊的眼珠 都要瞪出来了 凤九看向帝君 帝君之凤九忐忑 便吩咐崇林道 崇林 守好太陈宫 任何人 不 包括任何动物 都不许金太陈宫 崇林赶紧应道 是 帝君 凤九这才轻松地 呼出一口气 帝君对他一笑 拉起他的手说 走吧 凤九便跟着帝君回寝殿了 崇林的眼珠 差点掉地上 帝君居然笑了 帝君居然主动去拉一个女仙的手 帝君居然把一个女仙带到他自己的寝殿 这个人 真是帝君吗 吐槽了一会儿 崇林才后知后觉地想 咦 方才那女仙 看起来好面熟 好像见过呀 她是谁呢 贫朴果放 在几岸上 帝君与凤九 分别坐在两侧 帝君问道 小白 你要这果子做什么 凤九并不想说 帝君就吓唬他 说不定那四头巨蟒 就在太陈宫外面 等着你出去呢 你不告诉我 你自己敢带着贫婆果 离开太陈宫吗 凤九果然被吓到了 但还是没有开口 小白 别担心 我会收留你的 你就先在太陈宫住下吧 帝君正说着 崇林敲门说 帝君 我看你手臂受伤了 要伤药吗 进来吧 崇林听到帝君吩咐 便端了要进来 帝君示意崇林 把药放在几岸上 又示意崇林退下 崇林看了凤九一眼 只好退下了 崇林关门的时候 就听帝君说 我帮了你 你不给我上药吗 崇林疑惑地 以为帝君让他上药 回头一看 帝君已经把胳膊 伸到那女仙面前 还把手搭在人家肩膀上 崇林赶紧退出来 把房门关好 心说八卦八卦 天大的八卦 帝君与一漂亮女仙有染 严三殿下 司命姓君 可惜你们进不了太成功的门 看不到这惊天大八卦呀 且不说崇林内心如何躁动雀跃 只说帝君寝殿之内 凤九掀起帝君的袖子 就见一件身身伤痕 皮肉都泛了出来 看上去甚是恐怖 啊 怎么伤得这般重 凤九心疼的手都抖了起来 声音中带了哭腔 看着凤九小心翼翼的 给他清洗伤口上药 帝君心中像吃了蜜一般甜 无论何时何地 他的小白都是心疼他的 不过 凤九的包扎技术实在不怎么样 时松时紧 帝君只好悄悄施法 自己调整了一番 一切收拾停当 帝君给二人试一个静身咒 然后对凤九说 小白 累了吧 就在这趟上睡吧 凤九警惕地看着帝君 帝君说 你看我为你伤成这样 你不应该留下来照顾我吗 意识到此时 凤九对防备之心更甚 帝君又补充说 再说你自己睡在客房 不怕那巨蟒找上门吗 这么一说 凤九果然吓了一跳 马上跳到榻 拽过被子裹紧自己 仿佛他藏起来 巨蟒就看不见似的 帝君赶紧乐颠颠地躺在他身边 看到凤九发抖 帝君安慰道 小白 别怕 有我在 谁也伤害不了你 安心睡吧 凤九这时累了 白天无休止地训练了一天 本来就全身酸疼 夜里又这一番折腾 心惊肉跳的 现在好不容易安稳下来 很快他就睡着了 自己心心念念的人 就在身边 帝君却怎会睡得着 两百年 望穿秋水的思念 又经历了 星光结界的生死离别 原以为他们天命无缘 已经缘断今生 没想到 阴差阳错间 他又得到一次机会 这一次 他绝对不要再错过了 四海八荒 他都能拿下 追老婆 这件全天下大部分人 能做成的事 没道理他做不成 帝君反思 自己步不错的根源 到底在哪呢 怎么做什么都是错 到底怎样才能让小白有安全感 愿意全身心的信任他呢 难道还要剖心 帝君又想 原以为半心界能助小白立天节 没想到连星光结界中都护不了小白 看起来这戒指根本无用 再说 小白说 凡人说 剖心为正 也没见凡人 为了爱情剖心的 那么多凡人夫妻 不是和和美美的过一生 看起来剖心确实无用 帝君想 那连送追成玉那么多年 小燕追基恒那么多年 他们不都还在努力吗 也许是他太急躁了 所谓基础不劳地动山摇 他们的感情时间太短 所以经不起考验 日久见人心 相处久了 小白就会知道 他究竟是怎样的人了 就会相信他了吧 帝君又想 他不能一直这样 哄骗着小白 把他困在太陈宫 他去冥司送了平婆果 终究是要回家的 又想到几个月后的冰藏之理 聂初吟很可能还要去捣乱 如果他得不到小白王军的身份 到时小白 岂不是要让聂初吟欺负了 想到这里帝君 就觉得火烧没毛了 这可怎么得了 必须在冰藏之理之前 把小白拿下 再说了 紫薯饼的滋味那么好 看到吃不到帝君觉得 简直是难以忍受的酷刑 想到这里 帝君有些后悔离开范英谷了 还不如按照原来 要发生的事 和小白一起入阿兰惹之梦呢 起码有些事实先知道 他能占得先机 可惜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到底怎样才能追回 他的小娇妻呢 直到天降黎明 帝君才理出了一点头绪 制定了初步计划 他这才知道 原来追老婆 比行军打仗 还要难知百倍 绝不能等闲失之 必须狠狠地动一番脑筋 运用谋略 排兵不振 要像连颂那样 只能当一辈子单身狗 天蒙蒙亮 凤九眨着眼睛 醒了过来 露出一幅迷茫的神情 过了片刻才明白 发生了什么 自己正是在哪里 待看到身边 侧躺着 正在看他的帝君 凤九吓得 捂紧了小被子 见自己衣衫整齐 他这才松了被子 跳下床 帝君的眼神 随着凤九的 动作一动 问他道 小白 你还不告诉我 你想用贫泼果 做什么吗 凤九并没有打理他 他就继续说 你是不是没什么用处 咱们吃掉好了 不行 凤九大声喊道 声音中传达出了 极其坚定的态度 你想做什么 我可以帮你呀 你为什么如此主动帮我 因为我喜欢你呀 凤九嘟着嘴眉说话 帝君心中郁闷 他就是不相信 他喜欢他 他也很无奈呀 帝君起了身 崇林带仙鹅进殿寺侯 帝君梳洗 崇林再次仔细打量凤九 突然想起来 这不是擅防失踪的 仙鹅小九吗 这是什么情况 崇林又见帝君的伤口 包扎的那叫一个敷衍 血都渗出来了 这小九也太不靠谱了 崇林只好说 帝君伤势严重 不如请药王过来看看 帝君看向凤九 对他道 小白 我为了帮你受伤 流了这么多血 你不应该给我 熬些补血汤补衣补吗 哦 哦 凤九硬着 在仙鹅的带领下去 擅防了 凤九走后 帝君如此这般 吩咐了崇林一番 然后让他速去请药王 崇林硬了 又问道 帝君 那位女仙是何人 属下应该如何称呼 帝君倒也无需隐瞒 便说 他是青秋帝击白凤九 原来是凤九殿下 崇林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仿佛吞了一颗鸭蛋一般 那他是太成功失踪的 仙鹅小九吗 凤九 小九 这也太像了 崇林好想把这个八卦 与连颂和私命分享 可他什么也不敢说 只好用洪荒之力 压一下胸中那颗八卦之心 速去请药王了 帝君受的 只是普通的外伤 但经崇林提点 药王就说 哎呀 帝君伤得很严重呀 凤九听说 药王来给帝君看伤 早就跑过来了 听药王这样说 凤九急忙问道 这要怎么办 帝君什么时候才能好 药王假意 沉阴片刻才说 慢慢治了 沉开个方子 内服外服各一剂 每日一次 先治疗一个月 看看效果再说吧 药王给帝君包扎好 便去开药抓药了 害帝君受如此严重的伤 凤九又是心疼 又是过意不去 意识之间 不知如何是好 帝君见凤九 伤心难过的模样 知凤九还是疼他的 心中甚是欢喜 便趁机道 小白 我为你受伤 你应该留下来 照顾我才是 嗯嗯 凤九赶紧点头应允 我去给你做好吃的 凤九出门 见到崇林 悄悄问他 崇林先官 你方才去请药王 在太城宫门外 可看到 看到奇怪的蟒蛇 崇林疑惑地道 没有 凤九想 那巨蟒 应该根本就没能力出 范茵谷 帝君肯定又骗自己呢 自己也是一时胆怯 被吓晕了头 才信了帝君的鬼话 哼 凤九又问 可见到比翼鸟族的人 崇林答道 没看到 凤九想 与贫婆果一起失踪的 就他和帝君二人 他又没有能力偷果子 和触犯阴谷 用脚趾头一想 也能想到 是他二人合谋 或者说是 他鼓动帝君 偷了东西 并带他离开 比翼鸟族 可能不敢到 太成功 找帝君兴师问罪 但贫婆果这样 放着难免夜长梦多 还是要尽快送到冥司去 可他又怕碰上 比翼鸟族出来 寻他的人 把贫婆果抢了回去 既然帝君 有主动帮他之意 那就随了他的愿好了 不就是在欠 他一个人请吗 以后慢慢还就是了 帝君就算准了 凤九会 告诉他 贫婆果的用途 果然凤九端着 汤进来的时候就说了 说是去冥司就一个人 帝君当即说 我陪你去冥司吧 做完这件事 凤九了了一个大心愿 心情也跟着好了几分 他对帝君说 帝君 你说我偷了贫婆果 是不是闯了大祸 怎么说 帝君其实是冲动之下 偷了贫婆果 根本就没想这件事的后果 凤九这一路上 倒是想了很多 他说 以后 比翼鸟族的人 若知道九哥园 是青秋地基 那比翼鸟族 与青秋的仇 不是结得更大了吗 帝君满不在乎的说 结就结呗 你青秋还怕比翼鸟族不成 倒不是怕 凤九叹了口气说 作为青秋地基 我不仅没为青秋 做过什么长脸的事 却拉来了仇恨 总归是不好 帝君听凤九语气 感觉他还挺有想法的 就问 你想怎么做呢 我惹下的货 自然是我自己去摆平了 凤九看向帝君 接着说 盘桃虽然比不得贫婆果 能让凡人 生死人肉白骨 但对于先者而言 盘桃是比贫婆果 效用更加的咸果 不如我去十里桃林 偷上一篮子盘桃 送去比翼鸟族 作为宗族竞技赛的奖品 以求得比翼鸟族的谅解 帝君你看如何 帝君闻听此熟悉的办法 顿时哑口无言 心中五味杂陈 凤九却以为帝君 觉得一篮子盘桃不够诚意 便继续道 我也不知道 比翼鸟族喜欢什么 需要什么 先送一篮子盘桃 表示我的诚意 他们还想要什么 尽管提就是了 我会尽我全力去满足 只是不要把我个人的事 上升为两族之间的矛盾就好 嗯嗯 帝君连连点头 他没想到 凤九小小年纪 想得如此深远 这才是清秋帝级的担当啊 凤九又问 那帝君你愿意做这个中间人吗 当然 帝君自然十分乐意 走吧 我们去偷盘桃 为什么是偷 若被哲言撞见 他肯定问我摘这么多盘桃子 做什么 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件事 那不如我跟你去天宫的盘桃园斋 不必了 桃林的盘桃比天宫的好 帝君深受打击 想掐死那个原来的自己 东华帝君与凤九 再次来到范英谷 却发现范英谷出大事了 四头巨蟒 与一个身着身蓝衣袍的仙者 打得惊天动地 帝君散发 神识一叹就明白了 想是昨夜间 那巨蟒追他的时候 无意间撞破了 阿兰惹之梦的结界 阿兰惹之梦一破 沈叶复活阿兰惹的希望 就破灭了 他从阿兰惹之梦出来 可不就会把气 洒在巨蟒身上 而沈叶的容貌与气息 与帝君十分相像 巨蟒以为 是沈叶偷了贫婆果 所以反过来追着沈叶打 双方都气急败坏响之 对方于死地 可不就打得轰轰烈烈 声势浩大 天昏地暗 地动山摇 此时 沈叶已经全身是伤 鲜血淋漓 但他气势丝毫未减 依然打得异常勇猛 那四头巨蟒 也各受了不小的伤 鲜血更激发了 他们残暴的兽性 这么精彩的场面 范英谷中的仙者们 可从来没见过 或藏在云端 或出离山巅 纷纷看起了热闹 更有甚者如小燕 紧追在后面 看得那叫一个津津有味 至于平婆果丢失 帝君与凤九 消失这些事 此时恐怕根本 没人注意到呢 帝君明白了 发生了什么 凤九却不知道 他问帝君 那人是谁 他们怎么打起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帝君只说 我怎么知道 看会热闹再说 打得如此激烈 凤九也很有兴趣 兴致勃勃地看起来 帝君还不时给他讲解 让他受益良多 不一会儿 小燕飞了过来 他吃惊地道 小九 冰块脸 原来你们 在这儿看热闹呢 你们知道 为什么打起来了吗 不知道啊 凤九说 你知道 小燕这个二傻子说 不知道 大半夜的 我睡得好好的 听到打架的声音 就起来看热闹 一直看到现在 他们片刻没停呢 凤九又问 你知道打架的先者是谁吗 小燕答道 听说是比翼鸟族的神官长 叫沈夜 书画间一条巨蟒 击中了沈夜的胸膛 沈夜被甩出去数十杖 扑的一口鲜血 就喷了出来 另一条巨蟒冲上去 把它卷了起来 又摔了出去 眼看沈夜就落了下风 下面比翼鸟王宫 正在紧急上议此事 帝君携凤九落到王宫之中 女君赶紧上前施礼 兵器求道 帝君 我族已经没有比 沈夜更厉害的先者了 若巨蟒一直逞雄 还请帝君出手相助 帝君问道 可知他们为何打吗 女君惶恐地道 臣不知 嗯 帝君微微点头 本君在观察片刻 巨蟒若是伤人 本君定会出手 多谢帝君 女君赶紧行了一个大礼 帝君历劫归来 就一直纳闷 修为怎么没有完全恢复 沈夜回归 他本体之后 他才明白 原来沈夜分了他一成修为 想当初重林造这个影子出来 是为了让他震首妙一冤 谁知沈夜用帝君的修为 从不干正事 秒落画像而出 他也不管 要他何用 此时 帝君想趁此机会 正好收回这一分修为 帝君 拉着凤九飞天而起 向下扫射一圈 便看到了藏于人群之间 看热闹的姬衡 凤九看到帝君看姬衡 忍不住哼了一声 帝君马上解释说 小白 你看姬衡的眼睛 凤九根本就不想看 气呼呼地说 是不是比我的眼睛好看 凤九如此吃醋的样子 倒让帝君欢喜得紧 但他还是继续解释 小白 姬衡已经被魔器侵袭 他可能要伤人 你看看 帝君此时才知道 原来这时候 姬衡就已经被秒落控制住了 他想起来 之前有一晚 有摩西袭击小白 被他及时制止 他追了出去 却没有追上 看起来当时秒落的摩西 就找上了姬衡 啊 凤九听帝君这样说 才向姬衡看去 果然见他的眼珠 闪着暗红色的魔光 透着丰沛的魔器 此时 沈夜已经被打得 毫无招架之力了 其他人怕巨蟒 继续杀人 都纷纷后退 甚至藏了起来 以免自己成了 他们的口中餐 只有姬衡悄悄向前 帝君也不知道 他意欲何为 便拉着凤九 悄悄跟在他身后看热闹 姬衡靠近之后 悄悄化作一缕摩西 来到沈夜身边 凤九这才明白 姬衡要趁机西时 沈夜的修为 凤九吓得惊呼一声 帝君却是 早已经用手捂住了 她的嘴 巨蟒岂是吃素的 马上就发现了姬衡 还没等姬衡开口吸 一条巨尾扫了过来 逼得姬衡现出身形 一直跟得最紧看 热闹的小燕 看到姬衡 突然出现在这里 下得赶紧上前狱 把她带离战场 谁知姬衡要求 她把奄奄一息的 沈夜救下来 小燕又是激动 又是感动 得意地说 老子爱的女人 就是天底下 最善良的女人 姬衡 你去安全的地方等着 我这就把沈夜救出来 说着小燕 就和巨蟒 打成一团 沈夜看到有人帮忙 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又挣扎着起来 发动了攻击 巨蟒的目标 始终是沈夜 于是形成了 两条巨蟒 继续攻击沈夜 两条巨蟒 攻击小燕的局面 而两个战场 也越拉越远 姬衡或者说 渺落又怎会在一边等 要知道 沈夜一死修为 马上消散 她就失去机会了 所以她还是悄悄隐藏到 沈夜身边 以寻找机会 可惜渺落找的姬衡 这个宿主也太弱了点 很快就又被巨蟒发现了 巨蟒一围扫过 姬衡就被拍飞 出去巴掌远 她的身上被拍得皮开肉绽 鲜血淋漓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巨蟒的攻击又到了 渺落见姬衡 不仅身体弱 修为也弱 这一下攻击 根本不是姬衡能承受的 她好不容易恢复的这点修 唯不愿与姬衡同归于尽 她马上就弃了姬衡而去 没想到 渺落这一缕 摩西刚离了姬衡的体 就被沧河拦住了去路 瞬间就被沧河强大的剑气 冲散尽 而被帝君净化了 姬衡这才清醒过来 一清醒 就看到自己面临着 被两尾巨蟒 围攻的惊艳场面 她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 在她茫然的 就要去见阎王的时刻 突然帝君 携着凤酒从天而降 姬衡马上哭喊道 帝君 帝君救命啊 收敛了气息的帝君 幻化出天罡照 把姬衡保护起来 对她言道 姬衡 你父亲生前 救过我的性命 她的一片龙林上 由我中挪 她把龙林传给了你 求我护你周全 可你不能仗着龙林 就如此不要命地 深入险境 我也不可能 护你一生 现在我就你一命 算是还了你父亲的情 龙林交出来吧 看着呼啸着 冲击天罡照的巨蟒 姬衡想 还是保命要紧 只好把龙林交了出来 帝君伸出两指 一道凌厉的气息 冲向龙林 龙林应声而破 帝君搂着凤酒落了地 天罡照护着姬衡 也落了地 帝君说 姬衡 龙林一毁 从此你与本君 再不相干 帝君看向凤酒 声音舒缓下来 我所爱者 从始至终止 有青秋帝 击白凤酒一人 帝君嘲讽酒一笑 还给他离了 李冰边的发 才又转向姬衡 声音顿时变得清冷 你以后 莫再纠缠本君 倘若本君发现 你做伤害小白的事 本君对你 绝不会下手下留情 帝君这一番话 别说姬衡愣 再当场泪流满面 就是凤酒也呆住了 这时 看到几横情形的小燕才 摆脱了巨蟒的 纠缠飞了过来 看到浑身是血的几横 小燕面容失色 一边叫着几横的名字 一边抱着他 逃离战场包扎去了 这时 帝君感觉 沈夜大县将至 他马上抱着凤酒 来到山间 一棵大树下 设立一个集界 又用天罡 照把自己和凤酒包围起来 对凤酒说 小白 我要施法 会有半颗失去意识 你一定要在我身边保护我 不可离开半步 嗯 帝君 我会保护你的 见帝君盘腿坐下 凤酒马上取出逃柱剑 站立在帝君身侧 一服警惕的姿态 很快 帝君额头光影闪烁 沈夜的元神一缕缕 进入帝君体内 没想到这一次 并不像上一次那般平静 这旅元神虽然并不带有 沈夜的记忆 但阿兰惹之梦 破碎后 沈夜无边的绝望 与暴怒的仇恨 冲击着帝君的神识 乃至他的五脏六腑 种种强烈的情绪 都是帝君从未有过的 这些情绪 让帝君莫名的痛苦不堪 神识的痛苦 甚至演化为身体的痛苦 帝君总算明白 为何他下樊力节归来 会心痛会流泪了 那是王军的情感进入了他的身体 但王军的感情 虽然强烈 却相对温和 不像沈夜这般激烈 如果说王军带给他的心痛 如针扎一般 那沈夜带给他的心痛 就如雷劈一般 简直比他升上神的天节 还要难受 如此痛苦帝君 也只能强行忍受 强行压制 以王军的经验 他知道过两天 这种感觉就散去了 但帝君还是很生气 他心说 我失去小白 也没像你们这般 为了一个女人 竟如此失魂落魄 哪还像一个男人 我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 不过帝君又一想 他似乎从来没有 要过他的脸面 帝君又想 如果星光节节之后 他不是意外地回到这里 而是失去小白 独自活了下来 他不知道自己会是怎样 这个假设帝君根本就不敢想 因为他不能承受这样的结果 王军与沈夜这两个活生生的例子 就摆在他面前 他觉得自己恐怕比他们 也强不到哪去吧 好在他又有了一次机会 这一次 他一定要与天命抗争 他绝不能再失去小白 他们要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永生永世 凤九看到 天空被战斗激起的厚厚云层 渐渐散去 山边露出一抹晚霞的余晖 四头巨蟒 似乎不再折腾了 他没有看到来自外界的威胁 这才转身看帝君的情况 却见帝君眉头紧皱 五官都扭曲了 额上都是汗水 脸色也苍白的可怕 似在忍受这极大的痛苦 凤九惊呼出声 却是不敢叫醒帝君 他不知道巨蟒停止打斗 与帝君施法是否有关系 害怕强行打断帝君 会对帝君造成伤害 也会重新让巨蟒出来伤人 凤九只有紧张地看着四周 又不时看向帝君 等着帝君自行清醒 好在不过片刻 帝君就醒了过来 看到帝君急促地喘着粗气 目光迷离 眼角竟有泪滑落 凤九赶紧收了剑 斩臂把帝君紧紧搂入怀中 还用手抚摸着他的头 轻声安慰道 没事了 帝君没事了 小白 帝君抱住凤九的腰 喃喃地说 不要离开我 不离开 我不会离开你的 凤九在三宝正 帝君的呼吸 才逐渐平缓下来 可是这时 天空竟下起了雨 凤九于是说 帝君 咱们回集丰院吧 帝君四下一看 见此处 不正是他们在阿兰惹之梦 壁咚的那个山洞旁边吗 帝君于是沉重地 靠着凤九 有气无力地哼急着说 我飞不动 凤九四下看看 寻找避雨之处 果然看到那个山洞 于是说 帝君 咱们去那个山洞避避 咱们去那个山洞避避